为台湾苏凡大学毕业的 《栋梁的栋梁树》 《栋梁栋梁》民国67年 就开始架势 毕业出了很多栋梁家 近期在全台国地基盘創作专业以后 最后一站等到家乡第三顶的第三文化红枯电出 连期一直到6月1日 总共有1十多栋梁生活栋梁的作品 等于各种变迹基法以及創意造型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进行参观 一间又一间用地边技术来完成的艺术品 都是这间艺术家罗正义的老师基盘国人电缆所电出的作品 这间的主题是新华底下 有花器、吊灯、铃铃铃 专行各种地边技术以及創意造型 这次的展览就是把我这段时间有一些作品 包括教学的作业呈现出来 有几件的创作 也有几件的教学的一种教材 那灯具还有花器为主 那欢迎大家来这里欣赏之后 也带动我们竹山的主产业 给我们竹山的这个族裔的朋友做一些鼓励 老正义的老师等级以来为南岛馆在山亚人材包困 以及向国座提供台湾在山亚付出很多心力 在全台国的办理創造电缆以后 最后一站算在家庄做电出 在山顶中担动幕和丁明代表会主席林苏夏在北九中参观 今天他来展览的话 只是让大家要回顾一下 这老师真的是自四十几年来 这么认真在这个族裔的编织方面 创作方面的一个努力 那真的是对祖山的贡献很多 我们最敬佩的就是 那老师不只是教育英才之外 那对国家的整个外交政策方面 产业政策一个外交 把贡献得非常大 我们那时候孩子没有的都是皮毛而已 老师他们必须接受 跟他们所有的种种 他们的经过 就是都投全心投入在这个 我们来创作这个工艺品 就是做艺术的东西 今天就看到到 跟我们以前所接受的改变很多 欢迎我们全国的好朋友 来这里来我们参观 这次的电缆在第三幕后很苦电出 电缸一直到六个日子 听现罗晋云老师 多年来创作的地铁作品 再来我发展第三家的部份红毛 欢迎有幸福的民众可以进行参观 记得全民众不得